DFC 我們在這項DFC中 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 就是 困難有些是有人遲到 然後 遲到就是遲到很久 還有約不到人 找不到時間 就 孤兒機構都 找不到 因為他們都不讓我們和孤兒見面 因為他們會有一些 就孤兒的禁忌之類的 對 還有隱私 好然後 還有一些人就要做不做 然後每次都 就是態度都很消極 然後我們有一段時間就是 就是完全就是根本想不到要做什麼 就這樣白白浪費一個禮拜 我覺得一路走過來 還蠻辛苦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 打電話給很多的機構 但是那些機構都拒絕我們 所以是我們決定往另一個方向想 所以我們決定 我們決定 我們決定 是想說以改變大家的想法為目標 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真的還不錯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有體會到合作無間 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都有想辦法解決 最後也都解決了 不過 嗯 我們這組就是有點 有點 力不從心 不過到現在我們還是 今天終於完成了 我覺得我們很棒 我覺得我們學到了團隊合作的重要 就是因為 大家說不定沒有辦法 約同一個時間約出來 這樣會 這樣有點困難 那你就要 可能兩 兩邊 分兩邊 分邊做 一邊是去 討論進行什麼的 然後另外一邊負責做其他事情 那這樣的話 就會很 很 就是你的 你的 你的 進度 就可能會 超前 對超棒的 我覺得這些孤兒都很可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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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小 出生就沒有爸媽 或者 或者就是 被爸媽拋棄 甚至他有些人都是被性侵 性侵之後 爸媽不接受他 或是父母雙亡 沒有人親親照顧他 可以丟到孤兒月 我覺得這些孤兒月都需要 有一點 要有父母的愛心 讓他們 照顧他們 這樣他們以後才懂得 怎麼照顧自己的小孩 結束 他們 在一起 跟我們 他們從小的地方 要不要再照顧他們 那些是 風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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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